在我初初參加youtube這個平台 介紹過一個叫做自我康復潛能 因為太久了可能新的朋友是沒有了解到 但我用這個方法改善了自己的肝臟 這個情況試過兩次 子宮肌瘤也是得以控制的 我現在希望大家能夠在我這個介紹之中 能夠善於利用 幫助大家身體的健康 這個情況其實是怎麼來的呢 由於有一位女士 她自己無意之中就有這個能力 她能夠說她有手臂僵直了 還有她有一個黏液的狼嚴 她不知道為什麼就可以用到這個方法 她用了之後就介紹了出來 結果她以後她的痛風風濕 她平時哪裡痛喉嚨痛過度疲勞呢 一用這個方法將來就完全康復了 根據一位Dr. Benson的研究 她寫了兩本書 一本叫做Timeless Healing 一本叫做Relaxation Response 都是幫人改善體質的 她認為60%至90%的病 都是跟緊張壓力有關的 所以這個Relaxation Response 就是一種可以幫大家來改善這方面的不適 她說只用一個單的字 或者是一個美好的形象 或者一個句子 都能夠得到鬆弛的 她說一天只要用10至20分鐘 一次或者兩次就已經可以有改善了 重複一個單字 例如一個好字或者一個愛字 而在Dr. Benson 他的30年的研究裡面 他發現90%的人 都會自然選擇跟自己宗教相關的句子 來放鬆或者一個畫面 例如說天主教徒就用聖母馬利亞 基督徒就是在天之父 印度教就用個嗚字 他說他沒有機會接觸佛教徒 而佛教徒或者他們多數會用 熟悉、念佛、持咒 來專注入這個靜態 他說當你的雜念來的時候 都不需要理會 把你的心念放在你的重複 這個單調的句子裡面 你的身體就自然進入一個放鬆的狀態了 根據Dr. Benson的研究 他說很多末期的癌症病人都用這種方法 在他很痛很痛的病情之中 藉著這些他懂的祈禱文這些句子 是能夠不需要依賴子痛的藥 能夠寧靜往生的 他也有這些很多 藉著這個鬆症的反應 和飲食的配合得以完全康復 所以我為大家介紹這個簡單的放鬆方法 希望大家能夠改善你自己的體質 有病也可以更加容易康復 而我自己因為佛教徒 所以我就用呼吸配合的時候 我吸入佛光 我呼氣的時候就佛光照我肝臟 我在06年已經改善了我醫生也認為他沒辦法控制到的肝臟的情況 那我16年也有重複改善肝臟和甲的數字 那我用這個方法改善了子宮肌瘤 遲些會為大家分享的 所以希望這個這麼簡單的方法 你能夠是用在日常之中 除了保健之外 也可以在你身體不適的時候 專注在那方面 是一個護療的作用 我自己就純粹依靠他 因為我醫生也認為沒得幫助了 所以我全部是依靠 但是你們不可以不看醫生 你們可以當這是一個護療作用 得到一個更加好一點的治療效果 如果大家想了解多點 我是怎樣在這個情況之中改善的呢 你可以看回我的播放清單裏面 找我的自我康復潛能親身經驗的影片再看看吧 好嗎